布林肯访问北京终于见到习近平 不过有没有发现哪里和以往惯例不太一样 习近平和布林肯会议画面曝光后 可以发现会议桌安排是摸字形 由习近平独自一人坐在横排正中央的主位 而他左右两边的直排则分别以布林肯和王毅为首 一边做美国官员另一边做中国官员 所以当布林肯要发言时 还必须把整个头转到左边才可以直视习近平 这被外界视为不太寻常 看看上星期前脚才刚刚离开的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我非常感激烦我能不能来这四年 所以非常感激烦 你是参与到这个中国发展事业中做了很多事情的人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习近平满脸笑容还直接称呼比尔盖茨是老朋友 再和布林肯这一次到访的座位安排比一比 习近平对老朋友可是一对一会面 两人平行而坐 面对布林肯则是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你是我今年啊 见到的第一位美国朋友 除了像这样并排一对一坐着聊 还有平面媒体报道 习近平以往若是以会议形式会晤单一国家外宾时 会议桌多半的摆设就是左右两个直排 而习近平会坐在直排居中位置 像是先前洪多拉斯总统卡斯楚 以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到访北京时的形势 这回布林肯仿中却碰上这样打破常规的安排 有何用意想必在场的人心里感受最清楚 东方三世闻黄信玺坦若一报道 出这步的渐渐 对这步的多数字 就是一般爱不顺乱的 白多小时面前击 别人心里面更加或少了